为什么现在再也没有人提百慕大三角了 尼斯湖水怪 麦田怪圈 金字塔与法老的诅咒等等 曾言之凿凿的未解之谜 为什么现在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百慕大三角又称为魔鬼三角 据传1945年第19飞行中对失踪案 五架美国复仇者轰炸机 在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卫带领下 来到了百慕大三角海域上空执行训练 任务时竟迷失了方向 最终因为燃料耗尽悉数坠入了海中 无意人生还 随后搜救队的一架水上飞机也出了事 机上的13名乘客全部牺牲 自此之后在媒体的渲染下 百慕大三角名声大噪 各种离奇的故事是层出不穷 你知道吗 给这篇海域关上魔鬼之名吗 其实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人士或者是政府人员 而是一个叫文森特盖迪斯的男人 为了让自己出名 他将帽子扣在了百慕大三角 一本本门畅销书顺利地散播到了全球 那第19中队的失踪案又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关于此事的官方调查结果 都认为队长泰勒因为这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泰勒虽然经验丰富 但性格固执且骂虎 在此次的飞行训练当中 他竟然忘记要戴基本的导航仪和手表 并在迷航后拒绝基地的指挥 仅凭经验带领十多名成员走向了绝路 而救援机的坠毁仅是由于天气恶劣 飞机油气外泄等 与什么超自然事件根本就不沾边 这件事情原本已经被官方定论 但泰勒的亲属及其不满并多次上诉 没办法 美国当局只好将此原因归咎于糟糕的天气和未知因素 由此一个交织着各种超自然力量的不解之谜便产生了